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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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規模的演出 我不是很看到在短期之內 我是有能力去做的 我不見得在未來 可以做好像是在2000年 至到2000年19年的時候的那些作品 因為各種的原因 它當然牽涉到的 是會跟金錢有關 但是金錢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天時地利人 所以變成這些影畫 就很有價值和很有意義 因為我們已經不可能這麼容易 聚集這麼多人在一起 花這麼多時間 然後用這麼多的資源 來做一部這樣的作品 以我自己現在作為一個 藝術發展局之助的五年團體來說 其實我們每年可以 拿出來做的東西是很有限的 以往因為有更加多的循環演出 所以變成這些循環演出 就可以提供到多些資源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其實這件事 真的不是好像以前那樣了 已經變成一個世界了 所以我自己在做的事 相對來說 那個規模或者是它的格式 都已經改變了 所以這些大型的作品 將來大家如果再看到的話 應該都是通過映畫的 我們有很多這些大型的作品 其實在過去拍下來 未必在劇場裡有得再做 大家也可能可以劇場看過的 例如好像我想有些朋友都不知道 我做過四大明珠 《紅樓夢》啊 《水浩轉》啊 《西遊記》啊 《三角》啊 也不知道其實我和張艾佳 劉若英啊 《燕祖》啊 很多不同的演員也都合作過一些作品 但這些現在都變成了一個影畫來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可以循序前進 也都讓大家可以看到多些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 幫我們在推廣這個舞台影畫的這位朋友呢 他就說但是很多觀眾未必會知道 什麼是叫做舞台影畫的 即它是不是只不過是一個演出的紀錄片呢 那大家剛才看到的應該不只是一個演出紀錄片 因為它牽涉到的 包括在剛才那五分鐘的短片裡面說到的 就是多角度啊 或者是由不同的 真是觀看的一種感受的方式去進行剪接的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電影的手法來的了 所以我們其實是將一個在舞台演出過的作品 在舞台影畫裡面盡量做到電影化 所以觀眾不會覺得你坐在這裏看電影 就好像坐在一個劇院裡 有你買那張票的那個價錢代表的距離 所以現在你其實是用一張票的價錢 來看到很多很多的角度 和很不同的距離 那當然因為那個距離近了很多 所以一定也都影響大家的感受 那所以變成了這個就是視覺上的了 那還有一個都重要的就是聽覺上的 因為其實大家坐在這個戲院 你不是在聽劇場裡面的那個音響效果的 你們是在聽一個我們在這個影畫的品質上面 所進行了的那個音響上面的加工的 那所以那個戲院到底在用一個什麼的聲道 那我們的影畫就要符合這個聲道 甚至有時候我們還希望做到它更加立體 例如我做過一個113部曲的第三部 三個人的11 那我們的音響設計都做了一個 好像一個surround的效果 所以觀眾坐在那裏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坐在劇場的時候感受你 所以兩體了 一個就是很多大家都會知道 如果我在劇場的時候 因為這個距離 令到我會有很多想像空間 但是如果你坐在一個戲院裡看影畫 這個影畫就會給你很多 就好像在那個預告記錄裡面說的 就是人在圖畫中 就是你已經進入了他們的那個舞台裡面 跟他們在一起 所以演員其實是在你左右隔離的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影畫帶來的一種不同的體會 那... 是的 其實這條片裡面 我... 我拍完之後我又跟導演講的 就是... 好像講到一種很技術上很technical 我們用多少部機器啊 我們要準備些什麼 但其實... 在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是很感謝我身邊的某位設計師 尤其是我身邊的四位攝影師 去拍下來的時候 因為他們不只是聽一個指令 聽一個order 接著去執行去拍下我要的東西 而他們是有閱讀過台上的人的走動 而去拿一個很漂亮的機位 而令到裡面有內向性 就是剛才裡面所講 令你們有情感而覺得... 咦? 有那種電影感在那裡 因為你說 我放在四部機器 在恰當位置 我一定會拍得到台上的每一個人 我一定會cover整個台 但是這樣就OK了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程度就不足夠呢 對我來說 在一個創作上不止的 是可以延伸很多 先說音響設計 就是我們的肥仔明 他本身都是我們舞台音響設計 在一個圖片裡面的一種想法 一個藝術家 但到了on screen這個級數的時候 他是會重新再拿完所有的 soundtracks回來 重新再做一次 基於我們的拍攝和剪接 這個已經是超越了 或者再延伸的一個延伸 在一個舞台上到一個影畫裡面發生的事 所以我希望 接下來在我們不同的平台的宣傳都好 我會盡量用一個很設計師的一種想法 去讓大家去了解多些 因為我們的新的作品 有很多其實那個形式和現在大家看到都不一樣 現在你們大家看到在大劇院的大舞台上面 有非常之多的演員 我們叫做堆頭 如果大家喜歡看音樂劇的話 這個是符合一般大家對音樂劇的認知 但是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 就會相對來說就是intimate很多 親密很多很多 這個親密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當我們的大環境 絕大部分很多時候我們聽到的聲音都是很一致性的 或者很同質性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在做的創作 能夠回去有更多的個人性 這個個人性才可以令到觀眾 坐在那個劇院裡面 或者現在好像大家一樣 雖然都是在一個屋舌底下 但是每個人可以循著自己的經歷 去產生不同的連結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做的事 現在相對來說難買票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跟那些很受歡迎的戲 最大的分別就是 觀眾很多時候他們是非常樂意 進入一個有互相認同的空間 去感受大家在一起的氣氛 所以為什麼大家不喜歡看戲劇 或者大家這麼喜歡看一些戲 就是由個舞台上面的人 說出了你的心聲 然後大家會拍大腿 會鼓掌 就是這樣 但是有這些戲劇之餘 我覺得也需要有別種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在做那些 譬如我們想說的東西 未必一定是即時你一聽完之後 就覺得 是啊 可能我們希望你可以拿著這些東西 回去慢慢再想 或者是你在看的時候 你發現原來這件事 和你過去的經驗 或者和你自己現在感受 在想的東西有關 所以為什麼在劇院 和現在這間戲院 我覺得我自己一直以來 可能在做的一件事 都由他接近之處 就是我希望每一個觀眾 他都和台上或者銀幕上發生的事 是有他自己個人的connection 我們會叫做 我們自己做創作的時候 經常叫做reflection 我們不是這麼希望 只是得到identification 我們不是希望只是得認同 我們希望得到的 是有很多個人的 自己曾經經歷過的東西 或者現在在想的東西 浮現回 聯想回 然後令到他在看的東西 和他產生一個one to one 一對一的一個關鍵 那這件事就難了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等於把每一個觀眾 放回去一個自己和自己聊天 自己和自己溝通 這樣的一個情況裏面 所以說到這裏 我必須要非常多謝你們 願意買票來支持 我們的演出 或者我們現在這個演劇 因為這件事 並不是在我們現在 土羅大眾的世界裏面 是最容易吸引到眼球的 所以變成要找我們的演出 就是要我們的觀眾主動很多的 因為如果有很多的媒介 但他其實都會覺得 他們需要流量 他們才可以生存的話 我們就不是一個流量保證者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小眾 在以往的社會 其實小眾和大眾 都會分開分得 逼裡分明的 不過以往的小眾和大眾 可能不是很遲 因為以往的小眾和大眾 它要出現到可以通過 在一些譬如說 主流的媒體 我們說的報紙、雜誌 我們現在都沒有這些 所以所有的這些 叫做中間溝通的那些平台 都是變得非常個人化的 而這個個人化 也都會隨著 只是IG、Facebook 進入到各方面的視線範圍 所以如果你平日 對我們這些東西 沒有興趣的話 你的朋友也都不會有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香港有一件事 叫做非常美話的 所以如果越來越收窄了 我們的視線範圍 或者是我們發聲的空間的話 正正是令到我們做這些 有它的意義在那裡 而我們現在就是藉著舞台映畫 希望可以把這個意義 不局限在一個時間 因為一個劇院 租來做一齣戲 一個星期是非常之貴的 非常之貴的 所以以往我們很可能 其實現在香港有很多團都是這樣 它很心力決 只不過就是為了 做一個周末的四場戲 除非它資源好一點 它就做兩個周末 這樣 那接著那些事情是怎樣 我們現在又不是很能夠出去 所以那些事情就是 等一下就是賭掉它了 你做了一台報警 這麼多錢 就賭掉它 因為你要儲存更加困難 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做的這些事情 是真的和我們那個時勢 改變了是有關係的 那一方面就是 我們不能夠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曝光 第二個就是 你考慮到你不能夠長時間曝光 你又不斷地做演出 其實你都是很equal and friendly 因為你是為了你要做自己的事 但是其實你用很多資源 而那些資源是很short-lifted的 所以為什麼影畫 對不起我要花這麼長時間 就是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影畫的重要性 或者意義 其實就是在這裡 我們這個團到現在為止 我們可以拿出來見人的影畫 大概在過去的十幾年 是有二十部 有些不見得人 這二十部是我們計過見得的 數過的那些 不見得人可以更精彩 他說的不見得人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在劇場和演出 是有很多裡面用到的音樂 或者影像 是不需要考慮版權的 因為你入了劇院之後 就是劇院付了那個版權的錢 但是如果你變為影畫的話 就不是這麼說法了 所以你就要逐個你用過的音樂的版權 或者你用過的某些內容的版權 總之它是屬於一個quotation的話 那你就要去clear 這個也是on screen的時候 後期音樂設計 重新再思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舞台上面 沒有版權的限制 但是去到on screen 因為你可以到處走來走去世界各地 他們的版權就會限制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要再創作 第一話找一些音樂去replace 有說他replace不用音樂 轉低重設計 這個已經是另外一種效率 因為那個音樂很多時候 它不是純粹只是一個情緒 因為那個音樂有時候 有它的文化背景 所以變成你有時候用那些音樂 不是因為你想用罐頭 而是你想這個音樂響起的時候 令到你的觀眾 同時能夠想回 他18歲的時候是怎樣 或者他20歲的時候是怎樣 所以變成這一種元素 現在就不是免費的了 這個是其一 其二就是剛才Kennie在說的 我覺得都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 舞台影畫也可以令到我們的演出 不單在香港那裏 比較打破了一個時空的框框 亦都可以在世界各地 是打破這些框框的 譬如我們的113部曲 只有一部在台灣有做過 但是在今年的年中的時候 我們就帶了三部的影畫 在台北的成品電影院那裏 三部做了兩個星期 所以亦都接觸得到他們的觀眾 這個是apply to各地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現在有些地方邀請我去 不如你來放吧 比起我帶著一個劇團去 這個就是輕一點 還有不見得那個效果是差過的 是不同 但是未必是差過的 所以順著下來想告訴大家 這個舞台影畫 其實我們本來九月還有一場的 那一場呢 我昨天看過呢 就是只賣剩兩個位 所以成績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嘗試加了八月和九月 好像都是22號 22號左右 還是有一個是9月7號左右 如果大家願意關注我們的話 大家可以去講給一些 或者你的朋友聽 或者幫我們推廣一下 就是這個梁足的繼承者們 是將會繼續有些影畫 我們希望這件事呢 是可以伸延到今年的年底 一直十月 十月 十月 每個月放一場 還是兩場呢 但是當然這個就很依賴 我們有沒有那個 就是那個供求關係 是不是成立的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法呢 其中一件事 因為我們已經在 梁足的繼承者們的 2014年之後 今年是2024年 即是十年後 就做了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AI時代與梁足的繼承者們 那我可能覺得觀眾 也有些是看過那個的 所以變成我們現在 就是藉著明年11月 才會一個完整的那個版本呢 我們就由現在開始呢 就用這些時間 盡量去做有關梁足的題材的東西 譬如我接著會去教書 我都找了十個題目出來 是跟學生說 什麼是梁足 例如什麼是Beta 什麼是神話 什麼是性別 什麼是電影 那每一個講題 我都會講一個兩個小時的課 那這個只不過是 我們接下來會做的其中一件事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創作 是永久性持續地發展下去的 而不是說純粹只是一個消費關係 因為在梁足這齣戲 我不知道大家剛才看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感受 對我來說這齣戲呢 我希望它是什麼年代 給什麼人看 不論是不是AI 科技會不會再進步 有一樣東西可能是永遠不會變的 那樣東西就是我是誰 科技越發達 或者那個消費的方法 越是在我們的生活裡 在那邊無處不在 見逢插針 其實越是會令到我們需要去問這個問題 是它用我呢 還是我用它 所以這個主動和被動 或者這個主體和客體的關係 是每個人都要想的 所以並不因為是2014、2024 或者2034 只不過很可能就是你帶著不同的經歷 再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戲呢 可以藉著不僅是2014年的這一步 而是一直創作下去 希望可以將這個主題呢 帶給更加多的人 可以分享討論和思考 我想問回 你剛才說的經歷那樣東西 有個小經歷的分享 其實我讀電影的時候 有時候你說電感 我讀電影的時候 是沒有老師、沒有教授、沒有講師 是教我怎樣拍這些東西 怎樣拍得在一個舞台上發生的事 所以對觀眾來計 或者對我創作來計 就是一張白紙 重新開始的一件事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重新開始 既然我們在創作裏面 那種由舞到有 由零到一 是需要最大的力量的時候 我覺得在宣傳上面 和你去分享那樣東西 我希望都可以再分享多些 讓你會知道 另外一個經歷上面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2014年開始的 《梁足的繼承者本》 有哪位是看過舞台的版本的? 很長靜 謝謝 我因為他們長靜而感動 我亦都因為沒有舉手 我覺得新鮮 十年之後那個AI時代 就是剛剛我們在群青做過 有沒有人在那裡看過? 其實那個也幫我們帶了很多人來的 真的有人舉手 我就預告《Blade Tank》 其實我現在在我辦公室 正在創作裏面的版本 我們希望明年初 就會有AI時代的一個 那又會給你們一個 就是由我們今年開始宣傳的時候 你會更加知道 從舞台延伸到影畫上面的空間 究竟可以有多大變化 我相信有在舞台看過的朋友 到現在 你都會知道 那樣東西那個變化可以有多大 你們看多了 見多了 聽多了 有些什麼可以分享到 多一點